嗨,大家好,欢迎参加今天的研讨会 我是今天的讲师张银凤 我主要负责Microchip FPG相关产品的技术支持 那FPG和MCU有什么差异呢? 什么时候适合使用FPG? Microchip的FPG又有哪些差异化特点和优势呢? 对于这些疑问,我就将在会议中向大家一一说明 这是我们今天会议的大纲 首先,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微处理器MCU、FPG和ISIC之间的差别各自的特性 接着跟大家介绍一下FPG的硬件架构 然后带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Microchip FPG有哪些特点和优势 以及我们FPG的使用场景和成功案例 最后做个总结 在我们实现数字的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通常会有不同的方案选项 有一些选项呢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而其他一些选项则提供更高的性能 那使用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来实现设计 它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 微处理器可以被视为一台简单的计算机 在单个芯片中具有中央处理单元 以及所有必要的外设 例如定时器啊 UART等等 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 根据处理器的指令集来执行程序 那通用处理器非常灵活 因为设计人员可以编写新的代码 来添加功能或纠正错误 但微处理器的架构可能无法针对特定应用进行调整 例如针对两个数字进行乘法运算 可能需要多个使用周期来完成 那总的来说呢 微处理器与FPG相比 编程非常灵活 单位成本可能也比FPG低 而且可能比FPG功耗更低 ISIC专用集成电路 是针对某种特定功能需求 而设计开发的专用类型的芯片 比如实现比特币挖矿机功能的IC等 ISIC的设计通常会经历复杂的 前端设计和后端设计流程 前端设计阶段包括RTL设计 功能仿真 FPG模拟验证 后端设计阶段包括综合 时序分析 门级仿真 布局布线等流程 完成前后端的设计仿真 验证后才能提交设计数据 进行制造 然后封装测试 ISIC首次制造的工程样片 需要安装在预先设计好的评估板上 进行实际应用测试 经过全面的测试 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后 才能作为正式的产品进行量产 通常会产生某种类型的 非经常性的工程费用或NRE费用 那与FPG相比呢 ISIC可以完全定制 以实现工程师想要的精确设计 ISIC的密度通常也比FPG更高 允许在单个ISIC芯片中集成多种不同的功能 而这些功能可能需要多个FPG才能完成 ISIC通常是高级应用的首选 以实现最高性能和最小化电击 那如果产量足够高 能够抵消NRE费用 ISIC的单位成本也会比FPG更低 FPG提供了ISIC的应用调整性能和通用微处理器的 可编程灵活性之间的折衷方案 与通用微处理器相比 FPG具有较低的延迟 这里说的延迟是指输入和响应之间的时间 这种低延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使FPG不依赖操作系统来执行任务 FPG还具有灵活的Io分配 FPG中的逻辑单元几乎可以连接到任何引脚 而微处理器具有固定的引脚分配 FPG灵活的引脚分配 可以简化PCB版的布局布线 FPG还具有并行处理能力 而微处理器通常是按顺序来执行指令的 并行处理是使FPG能够更快的响应输入的另一个原因 那现在也有一些多核MCU 甚至它的每一个核都拥有自己独立的Cache 那这种多核MCU也是具有一定并行处理能力的 但它的并行处理能力会受到核的数量的限制 以上是FPG与微处理器的比较 那FPG与ISIC相比呢 FPG首先具有可编程性 能够支持现场更新 FPG还可以加快产品的上市速度 因为设备可以在实验室中进行配置 并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实施时间可以短至几天内就能完成 FPG的设计周期也比ISIC更短更简单 它无需复杂的布局规划或实装数规划 可以降低开发周期的风险 现场系统可以通过部署新的比特流来进行远程更新 在开发阶段发现的错误也可以得到快速纠正 同时呢FPG还不需要像ISIC开发那样的 任何前期的非经常性工程费用 以上几页影片中 我向大家说明了MCU FPG以及ISIC各自的特点和差异 那么什么是FPG呢 我们先从小规模集成逻辑器件SSI说起 小规模集成逻辑器件中包含了反向器 雨门 货门 飞门 雨飞 货飞等等这些逻辑门 以及SMIT触发器等逻辑资源 但它不具备重复编程能力 它的引脚分配也是固定的 这是使用SSI设备来实现的典型电路版的图片 实现逻辑功能需要许多个器件封装才能完成 1978年的时候 MMI公司推出了一种突破性的器件 可编程阵列逻辑POW POW器件有时也称为可编程逻辑器件PLD POW器件具有可编程的与阵列和固定的货阵列 它们根据输入为每个输出实现成绩项的核 这种二定制逻辑方程 某些POW器件的输出端还具有触发器 POW器件具有来自输出的同步或一步反馈 有些POW器件是一次性编程的 而有些是可重新编程的 那与使用SSI设备实现的数字电路相比 POW提供了更高的集成度和灵活性 后来可编程逻辑器件PLD的概念进一步扩展 产生了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 CPLD由几个简单的PLD组成 它具有可编程的不线矩阵 用于将逻辑单元互联并与IO相互连接 CPLD它可以提供至少5000个或更多的门 它的集成度比PLD更高 FPGA是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 它是在制造后能由客户或设计人员配置的一种集成电路 因此是可现场编程的 FPGA中包含了许多由查找表IoT以及触发器组成的逻辑单元 FPGA中的逻辑单元组织在逻辑门网格中 类似于门阵列 一些FPGA有数十万个逻辑单元那么多 Io单元为器件的外围 FPGA中还包含了丰富的布线资源 用于将逻辑单元连接在一起 或连接到Io单元上 这是一个FPGA中典型的逻辑单元的示意图 它由一个N输入查找表IoT以及一个D触发器和一个多路复用器组成 IoT的输出会送至触发器 整个逻辑单元的输出可以是IoT的输出 也可以是触发器的输出 具体取决于多路复用器的配置 IoT是一个小型的一位宽存储器阵列 它的地址线表示逻辑单元的输入 N输入的IoT可以实现N输入的任何逻辑功能 这里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四输入的IoT 那配置位呢 位所需的逻辑功能来配置IoT 并控制多路复用器的输出 除了实现组合逻辑的IoT和实现时序逻辑的触发器之外 现代FPGA中通常还会包含用于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的数学模块 例如乘法器 还有用于数据存储的SRAM和闪存模块 以及用于时钟频率合成和相位校正的锁向环PLL和延迟锁定环DLL 还有支持高速Io标准的专用Io和高速输发器Io 一些FPGA中还包含了千五式模块 如微处理器和它的外设 还有一些FPGA还会包含用于魔术转换的模拟模块 FPGA中最常用的两种互联技术是SRAM和Flash SRAM FPGA是基于静态存储技术的 它是可编程的 但它的编程信息是一失性的 这意味着每次掉电 程序都会丢失 每一次被设备供电时 都必须对它进行配置 因此呢 基于SRAM的FPGA 通常需要外部启动器件来保存配置 基于Flash技术的FPGA 不需要像SRAM FPGA那样外部挂载启动设备 那基于Flash技术的FPGA 它的功耗也通常低于基于SRAM的FPGA 在刚刚的视频中 我介绍了数字逻辑从SSI逻辑到FPGA的演变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Microchip的FPGA 以及我们的差异化特点和优势 Microchip提供丰富的FPGA产品 Microchip FPGA的前身是Aktel FPGA Aktel早期仅面向军用市场提供反融丝FPGA 在军用市场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领导的地位 后来Aktel也开始面向民用市场 推出基于Flash技术的FPGA 也赢得了民用市场普遍的好评 Aktel在2010年被Microchip收购 2018年我们Microchip又收购了Microchip 随着技术的演进 我们的FPGA已经发展出了多代的产品 我们有第一代返融丝产品 有第二代Flash FPGA包括Pro-ASIC等 第三代Flash FPGA包括EGLU Pro-ASIC 3 Smartfusing 第四代Flash FPGA包括EGLU 2 Smartfusing 2 我们目前已经发展到第五代28纳里 Sonos技术的FPGA 包括Polifair和Polifair SoC 以上所有这些产品都是非意识性的 能够顺时启动 它们还具有SEU免疫FPGA配置的特性 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那与SRAM FPGA相比 它们具有更低的功耗优势 我们Microchip还能够提供长期供应的保证 来详细看一下我们FPGA的特点 我们就从第三代FPGA讲起 Smartfusing Pro-ASIC 3和EGLU 是我们第三代130纳米Flash技术的FPGA 它的逻辑单元数量从100到30K Io速度支持到400兆位每秒的LVDS 其中一些器件嵌入了主频100MHz硬核ARM Cortex-M3 片上有512Kbyte的代码存储器 这一代器件封招非常小巧 功耗极低 通常被用作CPLD的替代器件或Io扩展器 Smartfusing 2和Igni 2是我们第四代65纳米Flash技术的FPGA 属于低密度FPGA 器件逻辑单元从5K到150K 从这一代起我们添加了高速收发器 这一代产品中的高速收发器速率支持到5G位每秒 Io速度支持到750兆位每秒的LVDS 能够支持连接667兆位每秒的DDR3 这一代产品也开始添加承法器资源 Smartfusing 2是一个SOC器件 它内部嵌入了一个主频166MHz的硬核ARM Cortex-M3的处理器 而Igni 2是纯逻辑器件 在逻辑侧可以实现RISC-5的软核 Polyfair和Polyfair SOC呢 是我们第五代SONOS技术的FPGA 属于中等密度FPGA 那SONOS技术类似于Flash也是非语师的 Polyfair逻辑单元从50K到480K 高速收发器速率从250兆位每秒到12.7G位每秒 IO速率支持到1.6G位每秒的LVDS 能够支持1.6G位每秒的DDR4 承法器和RAM资源进一步提高 Polyfair是纯逻辑器件 逻辑侧可以实现RISC-5的软核 和ARM Cortex-M1的软核 那片上具有56K byte的安全NVM Polyfair SOC呢 它的逻辑侧架构与Polyfair完全相同 只是逻辑资源的数量有所差异 与Polyfair最大的差异在于 它嵌入了5个600MHz主频的RISC-5的硬核处理器 以及2M byte的二级缓存 和128K byte的引导闪存 它能够实现实时Minics操作系统 这两个系列与安全等级的器件中 还加入了硬核的加密鞋处理器 Microchip非易失性FPG 与其他SRAM的FPG相比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优势 首先一个我们具有显著的功耗优势 与SRAM单元相比 非易失性单元具有更少的晶体管数量 漏电流路径也更少 因此它具有更低的静态功耗 那非易失性单元也不需要持续充电 就能够保持状态 不需要外挂配置存储器 也就没有器件配置阶段时的浪涌电流 我们的高速收发器通道呢 还具有全面的掉电控制功能 包括可变成幅度和电源速度控制 可以优化功耗 我们是业界最坚能的高速收发器 那总的来说 我们非易失性技术的FPG 与SRAM技术的FPG相比呢 总坚能能够达到30%到50% 我们的另一大优势是卓越的可靠性 我们知道在宇宙环境中 存在着大量的高能粒子 这些高能粒子撞击到SRAMFPG的 配置单元和不限矩阵时 会产生单粒子翻转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SEU 引起配置故障功能故障 而由于我们非易失性FPG的技术特点 包括我们反荣丝FPG中 被一次性永久编成了的 这种金属连接的这种技术特点 以及我们FlashFPG和SONOSFPG中 采用的扶山结构的 进体管的这种技术特点 那高能粒子的撞击 不足以产生 使它们改变状态的电荷量 因此非易失性FPG的配置单元 在遭受高能粒子撞击时 不受配置翻转的影响 对SEU免疫 不会出现功能故障 因此 在高可靠性要求的场合 使用Microchip的非易失性FPG 无需检测配置错误 也不用配置刷新 更不用设计复杂的山摩涌电路 能够降低设计复杂度 降低成本 提高可靠性 对于我们FPG中 一些用于数据存储的 RAM资源 我们类置了SECDD功能 也就是单比特错误纠正 双比特错误减出 这种功能能够检测 和纠正部分数据错误 我们还支持存储器交错 能够避免多比特位同时出错 同时我们还有系统控制器 挂起模式 来保护器件免受由于单例子翻转事件 导致的意外器件编程 或器件归零的影响 我们Microchip FPG的另一代优势 使具有业界最佳的安全性 现如今 网络安全已经是 网络边缘互联设备的 首要关注点 因为一个几百美元的DPA黑客设备 就能够导致用户 数百万美元的IP 被窃取的损失 那我们Microchip具有 抗差分功耗分析的专利 来保护用户的比特流 我们内部还集成了 具有物理反可能功能的 安全非一失性存储器 来保护用户代码和安全密钥 我们FPG中还内置了 串改检测器 包括电压监视器 温度监视器 时钟毛刺监视器等等 可以监测串改事件 用户可以对可能的串改事件 做出响应 我们S级数据安全器件中的 抗测性道攻击加密鞋处理器 还能够保证通信数据的安全 我们大部分产品都能够保证 从2023年起 至少还有10年的功能 不会宣布停产 关于这些特性 我再用这一张影片做一个总结 Microchip的FPG最主要的优势在于 第一个显著的低功耗 在同样的应用中 我们能够提供最多 低于50%的FPG功耗 第二个出色的可靠性 我们不受辐射粒子 改变FPG配置的影响 第三个卓越的安全性 我们能够提供完整的数据和设计的安全保护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Microchip FPG的主要应用领域 及一些成功案例 其中一个主要应用领域 就是智能嵌入式视觉 智能嵌入式视觉领域的一些产品 包括VR眼镜 AR眼镜 无人机视觉 医疗影像 热相仪 安检仪 辅助驾驶 电视广播 卫星成像等等 这一领域通常需要处理大量的 高分辨率高帧率的这种视频数据 能够进行高速通信 这个领域边缘设备的处理器 在性能功耗和体积上 也都有较严格的要求 那我们Polyfair和Polyfair SOC FPG 由于较高的性能 在同档FPG中最小的尺寸和功耗 那在嵌入式视觉边缘端 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我们的低功耗 为客户提供更大的热语量和续航能力 我们的高速收发器 能够连接和传输4K60帧 这种高分辨率的视频数据 我们还提供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的加速工具 那同时我们的高可靠性 和卓越的安全性 缓解了客户 对边缘安全性和可靠性的担忧 来看一下我们的成功案例 在医疗领域中 我们的FPG 在便携式超声设备 内窥镜摄像头 热像仪 核子共振影像接收中 都有成功的应用案例 在工业领域的产品中呢 比如实际以太网摄像头 SDI摄像头 Coxpress摄像头 以及机器人立体摄像头等产品中 也都有使用我们的FPG 在电视广播 科研 以及其他一些高可靠性 应用场合中 也都有我们的FPG的声音 这样一款使用12G Coxpress传输的内窥镜摄像头 就是用了我们Polifair FPG设计的 那整个系统呢 分为CAMER端和HOST端 CAMER端要求 不能有额外的电源连接 体积要足够小 功耗要足够低 工作温度要低于45度 Image Sensor接口是1.5G位每秒 四通道的MIDI信号 CAMER端呢 需要将高分辨率 高帧率的这个影像 通过长距离的高速线来 传输给HOST端来处理 那我们Polifair 就非常适合这种场景的应用 我们具有非常小的封装 这里使用的MPF100T FCSG325这款芯片呢 它的逻辑单元数量有100K 而它的尺寸 只有11x11毫米的大小 它能够提供12G带宽的 高速收发器 来满足用户使用单根线来 实现9G位每秒传输的 这种要求 在数值视频广播接口 转换设备中呢 也经常能够看到 我们FPG的声音 CCTV、DVD、PC等 通常通过SDI、DP、HDMI接口 连接到视频广播调制器盒中 而调制器盒中呢 包含我们的FPG FPG在这里实现了编码器、调制器、 合成器等功能 最后通过RF以及SDI、DP、HDMI等高速接口输出 在医院、医院、学校、演播室、视频发行和监控系统的这种场合使用很广泛 智能嵌入式视频广播放 智能嵌入视觉中另一个常见的应用是利用FPG对物体做影像识别 在智能工厂、产品分解、交通、监控、辅助驾驶以及无人机视觉等都有广泛的应用 FPG可以利用经过训练的神经网络模型和神经网络加速工具来实现推理加速 我们Microchip提供Web的Blocks神经网络加速器和开发套件 在小型化轻量级的应用中呢 这个套件能够直接使用 也可以用来加速客户的模型评估验证 在智能嵌入视视觉应用中 Microchip提供更低的功耗优势 能够为客户省下10美元的风扇成本 因为较低的功耗、热噪声也极低 也降低了处理热噪声的成本 在带麦克风的专业摄像头产品中 不会有风扇震动的噪声 我们较高的性能、较小的工装以及低功耗优势 能够支持4K摄像头、工业摄像头来获得更小巧的体积 PowerFair FPGA在智能嵌入视视觉中的优势 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第一,降低整个产品的最低总功耗 第二,最低的总成本 第三,最佳的安全性和性能 我们在乘法器上能够提供更快的MT8的点击运算 在CNN卷积神经网络运算中能够提供更快的性能 在智能嵌入视视觉应用中,我们Microchip能够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我们在传感器接口上能够支持1.5G位每秒的NIPI接口 以及4.7G位每秒的SLVS-EC接口 在显示接口上,我们支持1.0G位每秒的显示输出 还有HDMI 1.4,HDMI 2.0,以及DP 1.4 我们还有其他一些高速传输接口 比如12.5G的Coffspress,12G SDI,USXGMI,USB等等 在图像处理算法上,我们也能够提供免费的ISPIP 比如阿尔华混叠,贝尔颜色差值算法,边缘检测 色彩空间转换,直方图,白平衡,Test Pattern等等IP 那如果您有图像压缩的需求呢 我们也可以提供H.264IP,以及Motion JPEG等IP 另外在DDR控制器上,我们能够支持DDR4,DDR3,以及LPDDR3 那如果用户需要对影像做深度学习 我们也提供深度学习推理加速器,Wapt Blocks FPGA的另一大应用领域是电机控制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以MCU和DSP做控制器的电机控制产品 比如空调,洗衣机,电动缝纫机,电动起子等等 那这类产品基本都是单种马达控制 而与之相比呢,FPGA通常应用在多种马达控制的设备上 比如这个达芬奇外科手术机器人 CNC车床受控系统 四伏马达控制,机械手臂,无人机等等的应用上 我们Smart Fusion 2提供多种马达控制的解决方案 在FPGA内部,我们使用逻辑资源 RTL设计的这种方式来实现马达控制的算法 如FOC变换的IP,PAController,空间矢量调制SVM,三项PWM 还有限速器,位置速度估算器,以及编码器接口 或传感器接口,解析接口,ABC解析等等 来实现多种马达控制的解决方案 我们来看一下马达控制的demo 左边是我们的控制界面 它使用COM口将PC连接到右边的demo板上 通过界面上的按钮来控制马达的开关、转速和方向等等参数 可以实时地监控马达的运转状态 右边是我们与电脑相连的demo板 它连接了一个布禁电机,一个DLDC电机 我们来看一下demo的演示 当我按下RUN按钮之后,电机就会开始转动 左边的画面会看到即时的电流 如果用手按住马达的话,电流也会有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用手按住马达电流会变得比较高 而蓝色的转速还是维持在相对的位置 在SPGA的马达控制解决方案中 我们可以提供更适合以下特性的产品的方案 第一,我们可以提供多轴马达控制 第二,我们的控制精度可以达到纳秒级 这里要解释一下纳秒级控制精度 主要是说,我们基于硬件实现的控制算法 从测量到执行的整个路径中的所有行为都是确定性的 将始终花费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始终周期数 那系统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其他中断都不会影响电机的控制 第三,我们有更快速的Ctrl Loop的时间 第四,我们控制转速可以达到100K RPM 第五,我们的控制接口非常灵活 除了刚才Demo版的这种USB的连接外 我们还可以使用看总线、网口、WiFi等等 除了马达控制之外 FPGA还可以在内部放一个机器学习的模块 来预测马达控制过程中是否有误动作或故障的现象 我们可以在内部放一个叫做TinyML的机器学习模块 使用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数据来实时监控预测 马达是否即将造成损坏或出现一些危害功能安全的情况 从而做出紧急的处理 相较于MCU的解决方案 Microchip提供Smart Fusion 2 SOC和Egre2 FPGA的解决方案 我们FPGA的解决方案能够在较低频率下 实现一微秒的快速FOC控制环路 在多种马达控制应用中 如果使用微处理器方案 那一个马达的控制环路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第二个马达需要等第一个马达控制环路完成后 才能进行切换处理 那如果有多个马达 整个控制时间就会变得很长 在需要多个马达协同处理的这种场合 用微处理器的话就很不适合 而FPGA它具有并行处理能力 我们可以在设计中立化多个马达控制的这种逻辑单元 在同一个时间可以同时控制多个马达 只要我们的逻辑资源够用就行 我们官网上提供了多个马达控制设计的示例 FPGA的设计可以使用CMAR Design的方式 像设计原理图一样将这些IP进行连接 快速实现设计 经过以上的讲解 相信大家对我们Microchip FPGA的特点和应用 已经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什么时候适合选择使用Microchip FPGA呢 第一个 如果您有智能切识视觉方面的应用 那需要做视频处理或AI推理 您可以选择使用我们Microchip的FPGA 第二个 假如您有DN10实时应用处理的这种需求 像刚才的多种马达控制 您可以选择使用Microchip FPGA 第三个 如果您需要对您的ISIC进行快速原型验证 您可以使用我们Microchip FPGA 第四个 如果您的基于CEC++这种高级语言的软件算法 需要做硬件加速 那我们Microchip FPGA 以及我们的软件工具 可以支持对CEC++语言进行高级综合 帮助您实现功能等效的硬件模块设计 那同时 基于上述我们讲过的 Microchip FPGA的差异化特点和优势 我们尤其适用于低功耗 高可靠性和安全关键性的应用上 那如果您是这方面的应用 Microchip FPGA一定是您最佳的选择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 谢谢大家